参加社团活动不仅可以扩展人际关系 也可以借着参加活动的机会 参与艺文活动跟运动项目 增加身心的健康 2018年10月28号一大早 罗济福伦三四六一地区 就在台中市北屯区布子公园 举办一场反独音乐会路跑嘉年华活动 因为刚好是星期假日 天气晴朗又不冷不热 所以各地福伦社友跟来自国内外的路跑选手 有好几千人前来参加 台中市副市长张光尧也亲自到场 张光尧表示非常肯定跟感谢福伦三四六一 响应市政府的反独政策 举办这样阳光健康的音乐路跑活动 谢谢 看这个上面有点大了 我们福伦社就是这样 换一个大家就都撞出来 在这里我是代表台中市政府 感谢所有我们福伦先进 配合到政府的政策 刚才总感说要营业 要健康 后边还有一点反毒 国际夫人三四六一总监张光雄表示 这一场路跑活动 结合反毒跟根除小麻痹的宣导 希望参加路跑的民众 能够远离疾病跟黑暗 天天健康又快乐 所以在路跑之前 国际夫人三四六一 还安排一场热身运动操 二 三 四 三 往上 用力 后 跳过 等下跳起来哦 三 二 一 这一次的反毒路跑活动 有十一公里的挑战组 也有三公里的休闲组 参加路跑的民众 沿着大坑情人桥两边的祥顺路 跑一大圈 还有脚踏车队加入 整个队伍拉了好几公里长 场面相当浩大 许多家长还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像是一家人前来旅游 活动现场还摆设许多美食跟商品摊位 让民众可以到处走走逛逛 另外还有乐团演奏跟热舞表演 让大家感受到一股轻松浪漫的氛围 很多摄友也跟着动了起来 这么好的天气啊 我们一定要来运动强身 五五合一 那我们今天呢 为了要反毒 也要做这个消除小孩麻痹 所以呢 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人爱跑 那我们总经理本身就是 马拉松的爱好者 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同事都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这个很值得忏讽 今年福伦3461的主题是文艺饗宴 运动强身 总监张光雄说 将来福伦3461 还会联合各地的福伦社 用运动 艺文 跟公益为主轴 持续举办更多的公益活动 反毒路跑活动结束之后 张光雄还颁发奖金跟奖牌 给优胜的选手 鼓励大家参与这一次的反毒路跑活动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3461 赞